日本超人气动画名侦探柯南近日播出特别片《红色休学旅行》 是原作漫画庆祝连载突破1000画 制作六集的特别片故事描述柯南从会员哀拿到解药 短时间变回宫腾新衣和小兰一起去京都休学旅行 在清水寺前搂肩拍合照 小兰还被原子倪称宫腾太太 柯南热播20多年男女主角关系也暧昧了将近千集 终于到了直接面对新衣的时刻 近距离接触都是苗苗放闪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